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 MAG MAG是三隻新手戰甲之一 擅長使用以磁力為主題的技能 MAG可以從商店以175白金購買 包含反應堆以及戰杂槽位 另外你也可以購買藍圖來製作 MAG的部件可以透過擊敗火星的BOSS和Sargeant來獲得 MAG是一隻輔助性的戰甲 他擁有平均的能量以及生命 但護甲較低、護盾較高 而MAG可以透過進行虛攻神殿任務來獲得 詳細的掉落點可以參考右邊的表格 MAG擅長在不同的戰場中 使用他的磁力、攻擊敵人以及輔助隊友 接下來將介紹他的技能 MAG的第一個技能是吸引 MAG利用磁力拉扯敵人造成傷害 這個技能同時可以用作破壞攝影機等等的場景物 擁有不錯的傷害以及範圍 吸引是MAG進行範圍清怪的好選擇 但注意被場景物阻礙的怪物並不會受到吸引的攻擊 MAG也可以裝配貪婪吸引的改造MOD 讓吸引附帶吸收戰利品的功用 MAG的第二個技能是護盾擊劃 MAG引爆敵人身上的護盾並回復有軍的護盾 當如果敵方身上沒有護盾 或是敵方附近沒有其他敵人 護盾擊劃並不會造成傷害 護盾擊劃是攻防一體的技能 既可以回復友方護盾 更可以對有護盾的敵人造成巨量傷害 而且範圍非常大 如果裝配護盾轉移的改造MOD 更可以把造成的傷害轉換成MAG的過宅護盾 MAG的第三個技能是子彈磁石 MAG以磁力捆綁敵人 任何通過子彈磁石的子彈 無論是敵方還是友方 都會導引到敵人身上 而且造成兩倍傷害 在任何情況下 子彈磁石所捆綁的敵人死亡時 都會引爆子彈磁石造成範圍傷害 MAG的第四個技能是粉碎 MAG引到磁力進入敵方體內 對大範圍的敵人造成傷害 無論如何 只要敵人進入粉碎的有效範圍 粉碎就會對他們造成傷害 粉碎的範圍非常巨大 而且技能使用中 被粉碎影響的敵人會無法行動 同時兼顧控場以及傷害 MAG的技能以磁力傷害為主 因此是Corpus的剋星 另外 MAG也可以裝配高壓粉碎MOD 減少敵人的護甲 並讓他們無法行動 來到MOD的部分 神器選用能量洪吸 讓MAG每秒都會回復一定的能量 選用順時建議以及聚靜會神 來提高MAG的技能傷害 選用穿柔不息Prime 來提高MAG的最大能量 使用彈指瞬技以及簡化 來降低MAG的技能能量消耗 使用彈度偏轉 配合MAG的高護盾 能夠達到非常好的生存效果 選用延伸來提高MAG的技能範圍 使用護盾轉移 來提高護盾即化所恢復的護盾量 來提高生存能力 整體來講 MAG是一隻攻擊以及輔助 都做得非常敲彈的戰甲 對於Corpus來講 更是致命的武器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一部影片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個頻道 謝謝